唐县府今年1月在幸福国宅旁打造优质的亲子空间巨石公园 算连日天雨 但却是园区内种植花草植物的最佳时机 施工厂商13号早上特别召集为数40人的工班 到园区进行种植工作 而建设处长许瑞贵特别前往视察 赞许厂商的施工方式以及效率 期盼工程能在9月份完工 让民众享受到最优质的亲子空间 多达40人的工班分别站定 一致排开 场面就像阅兵般的壮观 这些工人都是巨石公园施工厂商 趁着连日的天雨 请来种植花草的必要人力 桥木在午夜就完成了 那草皮也是在做的吗 有一些换尾还不可以做 但是就是植栽的部分 桥木的部分都会在这个月 对还有棺木也会 棺木也是在这个月做 棺木应该大概6月还会种吧 继续吧 对 大概桥木是说在这段时间 就70几棵吧 没有整部343棵 包括棺木吗 没有桥木 全部有那么多 新市长 移植的是70几棵 移植的是70几棵 新植的300多棵 300多棵 台湘县政府为打造优质 亲子油漆空间 特别结合国立史前文化博物馆 打造一处从康乐火车站 到史前文化博物馆的道路及公园 落实县长饶庆林 打造宜居家园的政策目标 为了达成在今年9月完工的目标 近日进行园区的花草种植 厂商特别请来40人的工班 建策处长徐瑞贵也特别前往视察工程进度 到10月份 那我们配合我们史前馆的开幕营运 我们会在7月 我们先把这个整个区块来完成 这个区块是7月完成 对 另外跟车站那个附近那个 大概到9月底我们就完成了 那整个铺设完 我们会稍微再转压一下 给它密铺好 然后整平以后就会很自然 所以7月来的时候 这边就很自然了 7月 7月 建策处对于厂商的施工方式与效率 都给予高度的赞许 期盼早日完工 让民众享受到最优质的亲子油气空间 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导 8月份 按照苗 6月份 100号